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还不快来了解一下 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标说 那我是俊宇峰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的大冰块 那今天呢就是这辆威马的最后一期了 就是前后门内放烧梁和里面讲全那样事 那也是直接进入正题吧 跟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前后门是什么样的 请跟大家去看一下门的内饰板吧 这个是它的门的内饰板的一个整个新棉的布局 那厚度呢还是可以的啊 那还是蛮厚的 然后呢是原生棉的状态 然后铺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啊 这块不得不说一下 它这个新棉的造型还真的挺复杂的 它的新棉其实是完全和车门是已经坐在一起的 大家看它是用了一个叫做粘的工艺 还是用一个热压的工艺呢 和它一起了 缺点呢是如果有一天啊 说你要真说想换的话 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 但是优点呢就是在整个的组装的过程中 包括说总装的过程中呢 从工人这块会少一个步骤啊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这边都是挂上去的呀 可能会有这种贴上去的呀 就这种工艺 这个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跟其他的是不一样啊 门呢也是比较普通吧 跟我们之前看过的大多数的日韩戏都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然后门呢是这种焊接的门啊 不是这种权矿式的 门脚链呢也是充压的形式 里面呢也是这个胶也还算比较好撕吧 起码说不是那种特别黏的情况 圆管型的防热梁也是啊在意料之中的 有一道加强筋 然后是立青式的指针板 就是这个整个门的情况 然后呢也是一种非常普通的 这种塑料布式的防肠膜啊 行这就是前门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呢去后面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来一下后门啊 后门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再过一下 那跟前门呢基本上也是差不太多 这个新棉呢也是跟前面基本上一样的啊 门呢跟前面一样也是焊接门 焊接门焊接焊接 然后呢同样这块呢有一个完全暴露在外面螺丝啊 真的这个我们当时拆这辆车的时候呢 也是觉得哇塞说这块怎么能有螺丝呢 真是好像好几十年没看见过这种装配工艺了 这个真的现在很少会在车的表面啊 表面看到特别明显的螺丝 这还是比较少的 好门脚亮的同样也是冲压的形式 那里面呢跟前面一样 一道防热梁一道加强筋 行吧这又是门里面这样的事 也是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那现在呢对于这辆车而言 它的后排的钢板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现在呢去看一下 好那现在呢就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后排的钢板问题 还是比较好拆的 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保冷板 这两边呢都是一种保冷板的形式啊 这个还是给一个差评 但是呢这个车的后排的三个座位 它的头枕都是很完整的 尤其是中央这个座椅 它是能够完全藏在里面的 是藏在里面的 这个我还是会去点一个赞的 这个座椅整个它的厚度相对而言是比较厚的 分明是可以塞进一个魔术座椅的这样一个地方呢 绳绳的给变成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普通的座啊 不过还好呢 这后排座椅的是舒适度啊 是要比前面要好一些的 行这又是座椅这点事 接下来呢就是这辆车最后的一个环节啊 就是地板的材质啊 还有甲犬那点事 那具体这个车是什么样呢 我们现在呢去看一下 好那现在呢就是最后一个环节啊 首先说大线吧 它的缠绕相对而言是比较稀的 那它的胶布呢 是那种以布置为基础的 就是布基的这个胶布 这个胶布质量还是挺好的 这之前也跟大家去聊过 那说一下填充物的材质啊 它这个呢是一个回收棉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里面像是碎的棉花块 然后呢通过胶也好啊 通过挤压的方式啊去做成的 我印象中X2V底板的填充物 是非常非常非常薄的 是因为对于本田而言 它们的还有一个叫做设计思路 是尽可能的让室内空间最大化 所以说呢 它甚至于把下面填充物压制到了最薄 但是这个车呢会比较厚啊 那现在呢就跟大家去说一下 关于甲犬的话题 那也是呢三个位置呢都测试完了 底板的甲犬呢 稍微的高一些是0.207 那顶棚呢相对而言啊是比较低的 是0.195 座椅比较高 我们最后测的值呢是0.279 当然呢还有一个车内的空气甲权 我们呢用分时计分光光度法去进行测试的 好那现在呢就去我们的车内空气甲权的测试现场去看一下 好那么现在就到了这辆车的车内空气甲权的测试环节了 当然我们依然还是这个分时计分光光度法 那之前呢对于这个车的16小时恒温的全封闭 以至于10升空气的采集呢已经都完成了 当然我们这个显像剂啊也低完了 那么现在呢直接告诉大家对于这辆车车内空气甲权 它的含量到底说了少 好我们还是直接来看一下最后的读数 那它最后的读数呢是0.129毫克每立方米 就是这样说车内空气甲权的含量 好这就是车内空气甲权的测试环节 那么现在呢继续我们的节目 好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测试项目 包括说得分的这些东西呢就跟大家去分享到这了 那具体这辆车我们在今天这一期它的得分到底是多少 以至于在我们的积分榜上在电车的那个行列 它能够排名第几名呢 我们现在呢去看一下 好那么现在呢总结一下今天的分数啊 就是想我们那方言和甲权那点事 那今天这一期呢在满分43分的前方价呢 它最后的得分呢是16分 缺点呢也很明显啊 比如说没有钢板啊甲权有点偏高啊什么的 但是呢优点呢我还会说啊 就是这个头枕 尤其是中央那个头枕 它是做的是比较隐藏的那种形式 因为对于美国而言呢 它是有一个法规的 就是中央不能有凸起物 但是呢人家做的好的 在没有凸起枕架的 人家也可以做一个单独的啊 这个安全头枕啊 所以说呢头枕这个话题呢 也是不容忽视的 其实是和后排钢板 这个情况是化为等号的 是因为这个也是 如果说你中央做人了 如果说发生了被追尾的情况 那中央没有头枕的话 你的颈部受伤几率是比较高的 当然呢我们一会呢 也是要去我们的金分墙啊 看看它的最后的得分是多少 但在之前呢 还是跟大家去回顾一下 前几期的得分 那首先呢 先是在前后防转梁的部分 在满分61分 情况下呢 这样说最后的得分呢 是21分 那在底盘的部分 在满分55分 情况下呢 最后的得分呢 是26分 好那现在呢 就来综合一下我们之前的试驾分数呢 看看它在我们的金分榜上面 它在电车这一栏 它的排名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现在呢 去看一下 好那么现在呢 就来总结一下这辆车最后的得分 那条也是在手里面了啊 这是这个绿颜色的条 是在10万元之上的啊 好那最后说一下 2018款威马EX500 那它最后的得分呢 我们的试驾成绩呢 是59分 拆车成绩的换算为 百分之以后是40分 那我们同样的 还是按照25%和75% 这样一个城市业呢 是进行一个计算的啊 这跟以前是一样的 那它最后的得分呢 是44分 当然呢 对于这个车而言 它是一辆电动车 所以说我们会在这块位置 那它是在 极力D豪EV的下面 然后在北汽新能源Lite的上面 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 好这又是分这点事啊 那我们还能用几分钟时间呢 跟大家再去分享一下 这个车给我一个印象 当然先说优缺点啊 先说优缺点 首先呢 我要承认的是 这个车的三电系统 和它的底盘和这一块 就包括说它的 就是运动这一块呢 其实不能说到多好多好 但它的确日常的 一个代步车的水平 我觉得这个是OK的 就是我在开的这个过程中呢 除了这个底盘 有点小碎之外啊 就跟XV呢真的很像 这个车感觉是很像的 甚至就要是碎之外呢 其实我觉得其他的都还好 尤其是它的三电系统 它的平顺性也好 包括说它的力度也好 和它里面那些 我会认为比较流水那些东西呢 做的算是比较出色的吧 对于我来说呢 这个车的一个优点就是 它的内装的那些 我们叫做用互联网思想 非常大胆的去应用的一些配置 或者是一些设置 我觉得这个 带我第一次去接触到这个车的时候呢 真的也算是眼前一亮啊 就是感觉 哇塞 这个十来万块钱的车 做成这样 我觉得也挺新颖的 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传统行业 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琢磨 去应用的东西 真的是叫做新势力造车 或者互联网思维的一种优点吧 当然说缺点呢 也是非常明显的 包括说后面的防烧梁的问题 包括说后排钢板的问题 等等等等 一些其他问题呢 这个也就看到了 而且呢我们也再次的证明了 这个车呢 基本上是在原有的一个成熟的 汽油车上的层面上面去改造来的 那我们呢只不过说 通过各个的证据 还是明显的会认为 它是一个叫本田CRV的一个形式 演变而来的 或者是去叫魔改而来的 但是具体什么原因呢 底盘时候也跟大家去聊了很多了 但是我不否认 对于新势力造车而言呢 它会有很多很新颖的东西 去吸引着我也好 还是一些普通消费者也好 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优点 但是说呢 对于新势力造车呢 就是说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就要快 那也是啊 我前一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啊 有一哥们呢 我觉得讲的也挺对的 说新势力造车呢 叫做降维打击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有点不太准确啊 但是后边有些话呢 我会认同的 就是新势力造车是一个以互联网思维方式挑战传统汽车企业的造车方式 互联网思维永远是我允许有bug 因为什么叫互联网 其实互联网是一个虚无的东西 就是程序代码 这叫互联网 就是我是允许有bug的 而这个bug我是同样通过代码 我也可以去矫正的 但是我说对于汽车产品而言 我会觉得根本就不能允许存在bug的这么一个产品 什么叫互联网产品 比如说手机 大家看传统企业 传统的手机 包括说像以前的诺基亚那种什么杂核桃那种啊 那个不叫做互联网思维 其实老的诺基亚的手机 它的产品周期是挺强的 它要是把这手机我要造的足够的好 好货足够的结实我才去推出我的产品 而现在的手机推新换代非常的快 大家以后第一代小米其实挺烂的 当然大米块之前也用小米 我是从小米4开始用的 小米4然后小米6 当然现在后来换了一个华为 就是迭代的快速 所以才会让它的产品是越来越成熟 但是我还会说明这是手机 是因为现在手机它的生命周期是很短的 很多的人可能一个手机两年 两年都已经算可能用的是比较长的 而以前诺基亚真的一个手机用了三四年 真的没问题 但对于汽车呢 其实是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不能够用造手机的方式去完全套用在造汽车这一块 是因为汽车它的生命周期是要长的多的多 对于中国的这种使用情况而言呢 其实基本上啊 十年可能十五年真的已经算是一个极限了 对于很多一部分人可能用到六年 因为毕竟说中国这个验车政策嘛 六年之前免减 六年之后呢 就验车就很麻烦了 稍微呢可能有点钱的人 六年直接就换掉了 但是呢大家也可以看在国外 在国外三四十年的老车 有的是 有的是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手机跟汽车在使用周期上面一个最大最大区别 我为啥可能会说这么多啊 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互联网思维是允许bug的出现 但是对于汽车而言是不允许bug出现 因为有些东西你是通过软件可以调节 比如说微码 我之前呢说的可能电池的耗电啊等等等等 我后来小伙伴也说的 那个电脑刷一下 OK可能就是没有问题 但是别忘了 汽车是用十几万或几十万或十几万一个零件去组成东西 你如何去保证它在硬件方面不能有bug 如果去保证 是需要以更长的时间去验证 更长时间的去路跑 更长时间去测试 得到一个 我可以持续三十年或四年产品的时候 我才去推出市场 而今天这个互联网产品呢 其实颠覆传统的造车企业的一点 但是我会认为它不较正确的一点 那什么样的企业叫成功的企业 那什么样的企业叫做伟大的企业 成功的企业可能是 哦我有一个产品 我卖的不错 甭管我卖个人 我卖的不错 我赚钱了 你是成功的 那什么叫伟大企业 你一定要在你的这个行业里面 你有贡献 你才叫一个伟大的企业 比如说我们叫做什么IBM 叫做微软 英特 AMD等等 这些真的是伟大的企业 因为它真的是在推动这个行业在前进 而现在的新势力造车 它只说是在满足 线下一些人的购车需求而已 那刚才也说了 说这个车呢 我们看到是用了叫做 XRV的这个基础上面 去研发的这样一个产品 其实呢我们换位去思考一下 如果说我们一定要强调说 你一定要从零打造 这显然也现阶段来说是不太可能的 这个我不否认 你拿一个现成的改 然后这个多快 你说你从零开始 这个车一定是不会卖到这个角度 所以说我们说 为什么特斯拉是在电动车行业 真的是一个可以被尊重的一个企业 是因为它真正在电动车里面 做到了仙盒 它做的是一款真正的电动车 但是呢 又绕回来说 对于新势力而言呢 到底谁去适合新势力造车的这种车型 虽然说我们说它可能有各种各样问题 虽然说它可能就需要bug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依然还是会有它的存在的意义吧 首先啊 大家看到 其实我们的电动车里面是有很多 包括说比亚迪啊 包括说什么吉利啊 什么等等等等 品系新能源啊 很多 但是呢 会有一个问题 比亚迪也好 吉利也好 出的车呢 可不可以 我觉得还行 但是大家会有一个它的黑历史 这个品牌什么破了 那个什么车啊 对不对 但是呢 对于威马也好 还是对于这个其他的一些小朋友也好 这些新势力造车的企业 它像白纸一样 我买了一个威马这个车 我不是比亚迪 我也不是吉利 我仅仅是一辆威马 一个大家从来没有见过的车 大家当然一看到 呦 这个车可以吹牛啊 你看那是特炫啊 能跑多公里 至少也300多公里 哎呦 开行啊 真的 是会适合很多这样的人 对于现在的互联网造车而言 你现在也仅仅是满足了 一部分人的需求 而你真正想要做到一个伟大的企业 你还有太长的时间要走 当时呢 我不否认 说对于这个产品而言呢 我希望也是越推越好 越推越好 但是呢 可能5000块钱的手机 接我伤得起 但是15万的车并不是很多人都伤得起的 我觉得真的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的积淀嘛 我觉得这个也是作为一个真正的本分的汽车企业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是可以引以自豪的一点 当时呢 新世纪造车 它也是有它的优点 但是我们传说 各有各的优点 各有各的缺点 还是要有些东西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就是威马的一个时间轴吧 它最早其实是做三电起的家 那后来呢 沃尔沃的副总裁 然后呢 也是进入到了这个威马这一块 就是15年1月 然后呢 是威马正式的宣布啊 组建了这个团队 那16年的11月 他们在温州市的一个工厂呢 正式建机 16年的12月啊 试制车间就进攻了 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然后17年7月 完成了叫做图路翻的热区测试 已经达到了一个200万公里 然后17年的9月 然后整个温州市的新能源汽车 智能产业园呢 已经完成了整体的建设 什么重压啊 车身啊 涂装啊 总装啊 四大工艺车间呢 已经完全奉紧等等等等 首先不否认的是啊 对于威马而言呢 它还真是叫做新势力造车 为数不多 自己有工厂的 这个还是不得不说啊 因为我们看其他的一些 小朋友也好啊 包括说蔚来也好 也都是代工厂吧 包括说跟这个江华代工厂 等东西啊 这个还说啊 这个威马是有自己的工厂 还有点呢 就是大家看到 其实他们的这个周期 是非常非常非常短的 当中呢 说到最后呢 谁适合这种新势力造车的车型 首先你觉得 这个什么比亚迪啊 吉利啊 对 幼儿露啊 这个没办法 因为这个每个人 跟每个想法不一样嘛 然后呢 就是比较年轻的人 愿意去尝鲜的这些用户 不怕失败 我只要这东西 我觉得OK 我觉得爽 可能剩下什么都不重要的 这些人呢 可能才会真的适合这种 新势力造车的车型吧 我们对于这种新势力造车的这种形式 不能完全的去说对 还是说错 我们只是希望 对于新势力造车而言 它能够对它的用户和它的产品 能够真真正正正彻底去负责下去 起码说作为一个企业而言 作为一个负责任企业 我觉得对于现阶段买这车小伙伴来说呢 就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安慰吧 行吧 今天呢也就跟大家去聊到这吧 也是聊了太多东西了 好今天呢大不了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然后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主大名画 当然也是那个这回说 真话大名画 那我们下辆车 我们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